哈利 各位請問一下在老鐵門又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來評測一個這個小米的產品 電風扇 米家智能直流變頻落地扇 它升級版的 那這個產品你可以在下方的 輕鬆AI的這個網站去買得到 那不過我要先評測說它到底好不好 那我評測的重點會落在於說 我等一下會不看說明書 它這個東西好不好上手 第一個就是好不好去拆裝嘛 組裝 因為有時候電風扇要去清洗啊 你如果拆裝很麻煩 那我可能就不大喜歡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功能 不要太多按鈕 因為我要給長輩用 就是我希望它的功能是簡單的 然後是實用的 然後另外它可以接手機嘛 手機可以去連接APP 至少我給長輩用的時候不會太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外型不要很醜 至少也是要漂亮嘛 太稠也不行嘛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它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那以這一支電風扇 它是說它有Type-C的接口 所以它是可以用行動電源去啟動 那就方便去攜帶 那這個可能是它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好處 那我們等一下看說行不行的通 所以我們就準備來開箱 那因為它這一個產品呢 它是比較大的 體積比較大的 我給你們看 所以我會稍微拉遠一點來去做一個這個評測 那我們現在先就是把它打開來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就快速把東西都拿出來 它盒子看起來很大喔 但是其實它裡面的主體喔 拆開後沒有想像中的複雜 就是一個上面的保護框的扇葉的這個主體 然後一個底座 另外有一包這個好像是它的一些配件喔 充電器跟充電線跟螺絲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這個中間的這個馬達的這個銜接的東西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這個扇葉的部分喔 我現在就是說我完全不看說明書喔 它翻過來我覺得非常有質感喔 這個後面應該是接馬達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正面 它正面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這個小米的這個Logo 我覺得它這個白色這樣子做的很漂亮喔 所以它這個外觀現在我已經先通過了 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呢 它現在這個是要怎麼打開喔 我就要來看說 它會不會很容易開啟 看是不是用旋轉的 如果不是用旋轉的呢 它這邊呢它是用這樣旋轉的去打開的喔 所以呢 它的鎖是比較特別的喔 總之呢它裝上去有沒有 裝上去以後你可以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夜 夜扇的這個外面這個保護框 你手指可以裝著 然後它這邊其實有兩段 中間這個是開啟 所以你要鎖緊的話就是往下 往下這樣轉 然後往上的話就是打開了 好 所以這樣子鎖 開 所以 這是非常方便的喔 而且我現在是完全沒看說明書喔 所以 哇 那它這樣就 跟傳統的那邊在那邊打開 很難打開很難鎖 就 它的這就比較簡單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葉片 好 葉片也是很漂亮 這樣子 這個是它的 哇 它的這個造型 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好 我先把它放到旁邊好了 看一下底座 底座 底座沒有任何的按鈕耶 它這個是觸控的嘛 我也不懂 好 我們先看一下底座就只有這樣 然後這一支是這個 它的馬達 它的這個塑膠呢 都是有一點這種 霧面的 霧面的這種磨砂的這個塑膠 所以第一個它不是光滑的 它是霧面的 所以 你摸起來其實是非常有質感的 而且這種應該也比較不容易有髒污 然後上面的話 這種它每一個 設計都非常的簡潔 這個我就是超漂亮的 哇 那這一支的外觀我就先通過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附件 我再看一下這個底面好了 你看它這個底面的這種也是霧面的 這種就比較防刮防髒的這種霧面的 而且非常精簡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觸控的 所以我也不曉得 因為我現在完全沒看說明書 葉片的話也是這種霧面的 它這個葉片很像那個特斯拉的那種輪胎 的那個造型 霧面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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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很漂亮喔 質感 然後它的這個 散面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光滑的 光滑的這個 塑料 其他的都是用霧面消光的 然後這一塊也是用霧面消光的 好 那另外的配件的話 哇 我這樣子真的裝的起來嗎 我完全不看說明書 配件包把它打開 配件包這邊是有一個 Type-C的這個充電的電源 那它可能充電的話還是需要 它應該不是內建的 不是內建的馬達 它應該還是要插線 不過它的線是這種 比較像我們現在手機在用的 而且它是Type-C的這個孔 所以這邊有一個這個 電源線 裡面的話呢 是有說明書 但是我挑戰不看說明書 來看能不能用 然後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應該是 鎖這個後面的這個 馬達後面的一些東西吧 不懂 我們就來試看看 這些拿到旁邊 另外有附一個這個螺絲的工具組 好 那我們先來安裝的話 這個應該是底座要先 那我看一下它底座的設計 這邊是有一個這個 Type-C的這個充電 應該是從後面 然後底部這邊有一個 很大的這個螺絲孔 我覺得應該是來固定 固定那個馬達用的 那它在裝的話應該就是 我現在完全沒看說明書 如果我隨便亂裝 看它這有沒有洞可以去裝 它這個是防呆的設計 所以我就是 隨意插 反正插得進去就可以了 它就不能轉動了 然後這邊 我覺得它這邊有一個點的話 應該是基準點 就是你葉扇頭的基準點 你再可以自己 我現在這樣如果裝下去 放下去的話 我是可以在這邊調整這個 扇葉的這個頭的 然後其實我現在才發現說 它的這個設計的這個按鈕 全部在上方 所以這邊 哇那這個就非常推薦了 它這個輕鬆簡單 電源 然後這邊有時間 可以調時間 還有旋轉 然後這個應該是風亮的這個大小 哇那它這個設計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很精簡 然後這邊有段數 1234什麼的 哇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簡單 不像一般傳統的 我們就是按鈕是在底面 那你可能就是用手 或以前我們都用腳去按 那它現在坐在這個上方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好去操控的 那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先把它鎖起來好了 這裡有一個這個 底面有一個這個螺絲 我覺得應該是要鎖底面 所以我們先把它拆起來好了 而且它有附工具組 我們把它拆起來 我們先來應該是要先鎖這個 我拆啦 那我們把它倒過來 是不是應該把這一根放進去 喔的確喔 它這邊這一根可以放下去 那我就用這個工具 應該是這樣嗎 它這個工具很厲害喔 它有小螺絲以外 它另外一頭是旋轉的 所以這一個地方是旋轉的 我們就用旋轉的 把它鎖起來 應該是這樣鎖吧 看能不能鎖 把它鎖緊 那鎖緊了以後 這一根主體就固定住了 好 所以呢 那一根長的是要鎖這個底部 底座 所以就是刻意 所以中間這個座已經安裝好了 好 那我們來裝這個風扇吧 應該是這個吧 應該是這一個東西 風扇的這個罩子 我們現在完全是沒有看說明書的 所以 這就厲害了 那是要怎麼 在那邊亂轉 它會轉到有洞的地方 就可以安裝進去 好 安裝進去就是這樣 它這邊有可以吻合的 你就裝進去 好 裝進去的話 這個應該是要去 應該要鎖 這邊裝進去了以後呢 應該是要鎖 然後我們拿幾顆圓圓的 裝上去以後呢 裝上這個圓的以後呢 你去拿中間這個盤子呢 這種 有一個這個可以轉的 這個刻痕的地方 槽上 所以會放這樣子 好 我現在因為在鏡頭後面 所以比較不好裝 你們 你們如果沒有要拍片 你們應該會很容易就安裝了 這真的不會很難 這個 它的設計就是 你只要 扣的上去 它就是可以 可以弄 然後你看我這個圓盤 就把它轉一轉 就鎖緊了 所以那一個大的 大的圓盤 記得這邊有凹痕的 就把它這樣鎖緊 所以它完全是非常的輕鬆 好 完了以後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裝這個 葉扇的吧 葉片 所以換葉片 所以換葉片 葉片應該是這個 在後面 前面應該是平整的 好 然後它這個頭應該你要找這個 應該要讓它穿出來 對你把它壓緊一點 讓它這個頭有穿出來 穿出來它就跑 它現在這個就跑出來了 好 跑出來了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這個 小的這個 這個轉盤 所以這個 哇 它這樣很簡單 而且我現在看到的 它的這個 產品啊 是非常漂亮的 旋轉把它鎖緊 哇 那你現在這樣看起來 哇 超有科技感的 而且超漂亮的 有一個小的螺絲孔 應該是可以讓你去鎖的 好 看一下 那如果你不要鎖的話 我現在這樣扣上去 我現在隨便亂裝喔 我做一次就是說 你這個小的螺絲孔 把它放在正下方 你就是把這個 這個口 這個是它的小米的標誌吧 你就是把它放 放一點 大概是這個位置這樣扣上去 好 那扣上去以後 我說它是旋轉的 喔 它是旋轉的 利用旋轉去把它鎖緊 應該是你先對齊的話 應該是要先對置一根 因為我們要把它往右邊去旋轉 所以我建議你裝的時候 讓上面這一個點去對 對左邊這一個地方 然後你盾牌其實是有點歪歪的 就把它往右邊轉 你看往右邊轉的時候 它到右側的時候就鎖定 所以你要拆的話 就是往左邊轉 它就是可以拆下來 你記得你這個螺絲孔朝下的地方 你對上去的時候呢 你去找這個 哇 這樣子很聰明耶 找這個點 這邊左邊有兩個點 你就左邊這一點先 你先這個點對左邊 然後對好了以後 你把它轉好以後 把它往右扣 你會聽到CUT的一聲 哇 那就鎖住了 所以現在安裝就這樣了 哇 那我覺得這很方便耶 那如果你不下載APP的話 它這邊 也是有按鈕可以去按啊 那我們 我就來先試它 我現在說外型啦 外型跟安裝 跟整體的拆裝 我這樣就先給它滿分了 我覺得我就通過了 因為真的比現在外面市售的 都還要輕鬆簡單 而且造型非常的漂亮 另外它的這種按鈕 簡潔有力 那它的特殊的功能說 它有 Type-C嘛 我們現在那邊有電源線嘛 裝這個電源線才可以開啟嘛 那我現在來試的話 是我們直接是說它不裝電源線的啦 我們先看它這樣能不能直接開啟 這個應該是不能直接開啟 它這個應該是內建沒有電池 然後它的電風扇的這個電 是插在下面的 所以我們這個Type-C的這個線呢 就把它插在這個下面 我現在是用Type-C接亮去 哇 我一接上去我就聽到D的一聲了 應該是 我就聽到D的一聲 這個燈就是應該是有 連接上了 我看這樣能不能啟動 哇 可以耶 因為我這個是 這個燈有在指示燈 我現在 哼 我 我用行動電源就啟動了電風扇 你看這個電風扇已經在轉了 然後這個風呢 現在是比較弱的 然後你如果要自己用手動調 就是這樣調就可以 直接調整了 它可以直接去調整 看一下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應該是左右的 所以第二個按鍵 這個是擺頭 這個擺頭 它的幅度我猜大概是 應該是有大概 90度到100度吧 看一下說它的這個風量 我們現在的這個風量是第一段的 所以是最小的 我現在聽是沒有什麼聲音 它是最小的 那我就加這個風量第二段 第三段 它就比較大了 然後我看第四段好了 第四段是最大的 哇也夠喔 第四段也很強喔 先把它固定住 哇風也是很涼喔 哇那這一支很不錯耶 然後它按是可以按自然風是不是 然後它第二段的話 它第二段的話是自然風 這邊有一個顯示自然風的 然後我聽聲音很小 然後我聽聲音很小 它只有在第四段的時候 最大的時候聲音比較大 聲音比較大 但是它這個風力很強喔 哇那它這一支很好耶 看一下 我們把它調小一點 然後另外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是 哇它也很聰明的設計 這一個是應該是定時 它定時只能定 四個小時 一二三四 我猜的啦 所以你看我這樣按 這樣就是一個小時 四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就關掉了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你久不按的話 它就會 它的這個顏色應該就不見了 它就會跳回原來你風速的極端 好吧 那我跟各位講說這一支 我就超級推薦了 你們趕快去搶吧 這一支超級好的 而且我現在居然是用 行動電源接這個電風扇在跑 所以它的智能就是這樣 那它應該是有APP啦 APP你們就要去下載明家 但是我現在假設說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APP 沒有連線的網路的狀態 那這一支電風扇也是非常好用 你不管有沒有用智能的操作 這對於長輩或一般的人而言 這是非常輕鬆簡單的 好 那我們如果要用手機去控制的話 你就下載這個米家 那米家進去的話 我建議你們註冊用 註冊中國大陸的 然後你新增這個裝置 你點新增裝置 然後你往下選去找到風扇 我們用自己手動的去找風扇 那風扇裡面呢 它有這個 我們這一台是 米家直流變頻風扇EX這一台 所以我們就點EX 然後它會教你說這個 同時長按開關跟風亮鍵 直到長音低的一聲 層燈閃爍WiFi 所以我們就看這邊 這個電源鍵 電源鍵跟這個風扇 電源鍵跟風扇 我們長按按住 聽到低的一聲了 這邊有一個橘燈在連線WiFi 這邊有一個橘燈 好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按WiFi重設 這邊WiFi重設 然後它就要我們去選擇WiFi 然後它就會說連接裝置 然後它這邊就會亮一個這個 藍燈 然後它要你設定房間 我設定主臥室下一步 智慧場景不用了 然後它就連線上了 好 同意便繼續 所以我現在手機已經連接到這一支電風扇了 我現在這邊有怎麼開關 我就可以按 你看我這邊就可以開這一支電風扇了 然後這邊Turn Off就是關起來 我們再把它打開 好我們再把它打開 然後它這邊 有很多風的這種設定 還有自然風的模式 什麼也可以打開 都可以去設定這個電風扇 是不是應該把它轉過來 這樣子 可以直接風的這個速度 一百 這個應該是風的大小吧 看一下 一百的話是最強的 風量降一百是最強的 有的人你覺得這個風太強 你可以自己用這個手動 風六十幾% 就可以自己去 等於是說它的風雖然是說有一百段 但是如果你以按鍵來講的話 就是它是分成四段 那但是你用手機的話 可以分成一百段 然後自動水平 自動水平 它的這個自動水平的去 去調 就是頭去旋轉 這邊是可以按 然後它這個可以去設定說你要幾度 剛才設定那個是九十度 你可以調整一百四十度 那它就轉得更多 這個是角度的問題 然後Turn Off Delay就是 它可以設定時間 我們如果把它打開的話 用手機的話 這邊是可以 你看你幾分鐘後 它要自動關掉 可以十分鐘 十五分鐘 三十一個小時 或者是你也可以自訂 多久要關掉 看一下 它可以 最多可以八個小時 吹八個小時 最多可以吹八個小時關 然後它也可以定這個什麼 Schedule 可以自己去訂 看一下 訂時間 訂時開 訂時關 都可以去設定 所以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它又會更方便 然後這個是有 Smart這個 看一下 這個是你自己設定的日子 總之如果你用這個APP來用的話 這一台會更厲害就對了 它可以控制的更細 哇 那這一台我就非常推薦了 這一台 小米的電風扇 而且它是可以用行動電源去開啟的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了 就希望會對你們會有幫助 我想按一下 改變 小麵 我們應該是在哪兒